那我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朋友圈里 这一发朋友圈啊 我圈来了一个人 不是外人 就是我们社区保安于小脸他爹 其实圈来个老头也不习惯 关键这个老头长的呢是相当帅的 一会儿他出来再做个理工包 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不然我真怕你们被他迷坏 老于来 大伙都在那了啊 你跟大伙说啥了 他们一见我就乐 我跟他们说你咋的好看 全世界都知道 用不着你强调啊 这个店就是老黄开的那个嘎嘎汤店吗 你可弄明白了啊 这个店主可是老钱 老钱 太好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老钱和老黄可正热恋的 你要横空插一杠子 比如说我老头给你一棒的 说啥呢 我也没真给老黄谈朋友啊 哦 再说了 那老黄 就老黄的模样 他配得上我吗 哎呀 老范呢 你忙去吧啊 该干啥干啥 行 行 那我给你送到门口了啊 啊 我这大门你哪来的自信 哎 欢迎光临前串子嘎嘎汤 祝你吃得愉快 吃得健康 来的都是客 客官你请坐 哎呀 这个服务员挺热情啊 都说这个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人高马大 亭亭欲律的中年妇女 怎么是个扣扣扣扣扣的 小老太太啊 哎 你眼睛是不是长不来 我是老太太啊 我是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 哎 老爷们 我看出来了 大在哪儿我是真没看出来 哎不是 我问你 你是来吃饭的是来气人的 小哥哥 哎呀哎 别这么叫 哎呀 这老心叫的 哎呀 他鸡皮嘎的叫一地啊 哎 叫哥哥可以 最好别强调那小字行吗 哎呀 我说你 你真不知道 咱俩在哪儿见过吗 你再好好的端下端下我 那个还好 我看过不少恐怖状 药容把我吓死你 谁啊 哎呀 你这个店里都有没有服务员 你们废话 谁家开饭店没有服务员呢 有没有一个女服务员 美貌如花 那个子超过一米六八 你说的是老黄吧 对 就是他 我能不能见见他呀 没问题 见可以 不过他现在还没上班呢 能见就行了 没你事了 忙去吧 哎 好嘞 什么叫我忙去吧 不是 你是干嘛的 我是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傻话呀 这是我开的饭店 你到我这吃饭 我不可以问一下 你是干嘛的吗 我啥也不干 我就是想见见老黄 你能跟我说一说 你是老黄的什么人吗 我现在不是什么人 不过以后没准我就兴许是他的什么人 这话说的 我神奥 你一会是人一会不是人 你啥意思 老黄现在是个女单身 我是一个男光棍 人家介绍啊 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相亲 明白吗 我这两个大妹子还够一肥 他今天在这儿跟他相亲 这么大事居然没告诉我 什么意思 这次我是干啥的 你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就好 你赶紧走吧 你怎么往外呼呼客呀 不是 我这是饭店 你吃饭我不反对 但是你相亲 到我这儿不好使 你赶紧找婚介组 不是 我就是不吃饭了 我在这儿坐会儿不行 不行 我这不是后舍大厅 你说坐一会儿 你坐一会儿啊 赶紧不快呀 你赶紧赶紧走 不是 你这啥菜 我啥菜 你赶紧走 哎呀 我去哪吃 我越想哪吃 老钱大哥 哎呀 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老黄 你是 你不认识我呀 你 你赶紧端性端性我 不不不 用不着端性 用不着 用不着 没没 站住 站住 站好了 站好了 四十百正 百正 不许动 你要动我就报警 啥意思你这儿 那个 谁呀 黄大妹的 你不认识她 不认识啊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除了正常上班 还有别的其他的安排吗 那我还有啥安排呀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剃头挑的一头热 是不是 来这儿不关你 赶紧走 上来 哎哎 你啥辅态度 你咋缅顾客呢 我呀 按说是个服务员 你是老板 我不应该说你 但就今天这事 我得批评你 啊 咱们开饭店 那得热情代客 礼貌代人 你这叫啥事啊 对呀 你看人家的觉悟 你不知道 他不是来吃饭的 他是来找啥的 那啥 我就是来吃饭的 大哥 我知道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本店呢 有家常嘎的汤 三鲜嘎的汤 养生嘎的汤 野菜嘎的汤 你喜欢喝什么嘎的汤 你定 哈哈哈哈哈哈哈 抽你那得的 还拟定 你这个臭调 你什么样子 你手 你我姿态 你看 那啥 大哥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推荐 是吧 嗯 本店的特色就是野菜嘎道汤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就这个 好嘞 你等着 我给你坐去啊 等着 你不是说你来相亲的吗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请问你这个亲咋相 我就喜欢单方面相亲咋的 我告诉你 你肯定没戏 有戏没戏 我自己努力 不是我跟你吹 就我的身子板 从上到下 都是男人的魅力 我不要乱嘎道汤吗 他一会儿就得给我端上来 就这一碗嘎道汤的功夫 我就让他留下深刻的记忆 野菜干的汤好了 来了来了来了 那什么 你今天啊 你就在厨房后边来的 你别出来 前面归我 那你好好的啊 别出差 放心吧 野菜干的汤来了 赶紧趁热喝吧 喝完之后你该干啥就干啥去吧 哎 你咋给我端上来了 服务员呢 我就是服务员 我要女服务员 老黄 老黄 来了来了 来了 什么情况 别理他 他是来找茬的 不是老黄的 老前大哥 人家来找茬呢 说明我们服务有瑕疵 咱得改正 各位大哥 我们服务不周到 有瑕疵 您多提宝贵意见 最大的瑕疵 就是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到底呢 这该30几了 什么30几了 这可老的 我都笨6了 不能吧 你长得也太年轻了 别在这巴西亚行不行 你眼睛确实长不了 抽空去医院看看 赶紧喝汤吧 一会汤凉了 汤凉了喝了擦心了 一擦心容易了 嘴子更歪了 你知道 我也没说不喝呀 大妹子 这汤 是你做的吗 当然是我亲手做的了 您快尝一尝 我跟你说 我这个汤啊 你趁热喝 别有一番滋味 快来 尝尝 味道怎么样 味道太好喝了 嘿嘿嘿 看着 闻到没闻 喝到没喝 就说味道太好喝了 你说他干啥了 不是来找茶了 干嘛 哎呀 人家上你这来 就是喝汤的 不喝汤 上这来干啥呀 他不是来喝汤的 汤我说 是跟你来相亲的 哎呀妈呀 别瞎说 我也不认识他呀 亲家 亲家 你不是让前世份回老家 说让把你这筐 撇的给找来吗 他没够 让我给你烧来了 你要这碗干啥呀 哎 老钱大哥 这玩意你还保留着呢 对 我怎么能扔了呢 事隔这么多年了 我只要一看见这个东西 说实话 我 哎哎哎 哭啥玩意啊 老钱 老黄 你们两个 带仔细的端向端向我 我是谁 就是你呀 真的是你呀 是我呀 看见没脸儿快成了 这是 这是难了 这是我没信了 老钱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个信封 你还认识吗 这是当年我发工资 装钱的信封啊 当时 黄医生说 必须得把我送到医院 在抬我去医院的路上 你悄悄地把这个信封 塞在了我的棉袄里 这信封里装着三十块钱 那可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啊 哎呀 你大老远从黑龙江 到辽宁来支援我们 你病倒在这儿 你说我们不管你 谁管你啊 出院之后 会论也结束了 这几十年 我到处打听你俩的下落呀 多亏了老范大哥 我把你们开业那个视频 刚发到朋友圈里 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你们 他说你们俩是他当年的恩人 买一张高铁票是就过来了 他说啊 他要报答你们 我明白了 顺便再跟当年的小黄 蓄许钱缘啥的 哎呀 那个时候 我跟黄医生说句话 你都吃醋 这几十年过去了 你这小青眼还没长大呀 你放心吧 我有媳妇 什么 你长得像烤鸭子 居然娶上媳妇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奇怪哎 你不认识他吧 不认识啊 他是在社区保安 于小脸的爹 哈哈 不是你 你是于小脸他的爹 啊 哎 那刚才进饭店的时候 你咋跟我说 你是跟老黄来相亲的呢 啊 我跟你逗 真是 你跟老黄那点事 那老范早告诉我了 啊 你好好的 去追你们的黄小娟吧 啊 我跟你们说呀 我那个媳妇 也挺漂亮 就是她让我来的 她跟我说呀 我跟老黄那边看不下去的 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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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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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关键班的态